她搜集邻居留下的尿液伪造体检报告 这是天才主妇收拾出轨老公的第一步 为了留下目击者 她假装孕妇出现在邻居面前 并把自己怀孕的事一起写进日记 之后便神秘地消失 要不是最后她浑身是血地归来 丈夫早就因为这本日记被判处了死刑 原来就在不久前 艾米看到了丈夫在和女学生约会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丈夫撩拨对方的方式 和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对她做的一模一样 丈夫的行为让艾米感到恶心 于是她翻阅了大量犯罪书籍 开始秘密地谋划自己的报复计划 在她的日记中 她编造了丈夫长期家暴 并导致她意外流产的全过程 因为在此之前 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在邻居面前 提到过丈夫的家暴行为 日记中的艾米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生怕有一天丈夫会杀了自己 为了让一切更加真实 她还在白天故意去了一趟黑市 并谎称想买枪给警方留下线索 和90%的已婚男人一样 每天在外喝酒的丈夫尼克 对妻子的行为一无所知 而她即将成为谋杀妻子的凶手 为了制造杀人动机 她刷爆了丈夫的信用卡 并注册了多个赌博网站 伪造了丈夫的财务危机 并趁丈夫打游戏的间隙 让她在一份保险协议上签字 如果妻子艾米意外死亡 尼克将会是最终的受益人 在结婚五周年纪念日这天 看到丈夫出门以后 艾米立刻把注射器插进血管 然后抽出了满满一盆鲜血 她先将几滴撒到橱柜上 然后把剩下的全部倒到地上 接着又全部擦拭干净 制造了凶手清理现场的痕迹 最后再给提前准备好的凶器 沾满鲜血 然后丢进壁炉烧掉一部分 此时毫不知情的丈夫 还在酒吧吐槽她糟糕的婚姻生活 殊不知她即将大祸临头 等艾米做完这一切后 她用力掀翻家里的茶几 并故意用拙劣的手段留下线索 然后驾驶提前买好的二手车 彻底消失 坐等她精心谋划的好戏上演 尼克回家后看到了打翻的茶几 四处寻找不见艾米的身影 于是她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等警察赶到后 果然发现了橱柜上的血迹 尼克被带到警局问话 此时尼克才突然意识到 虽然已经结婚五年 可她居然对自己的妻子一无所知 她不知道艾米平时在家里干什么 也不知道她喜欢和什么人来往 甚至就连艾米的血型她都想不起来 虽然此时警方还没有怀疑尼克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线索开始对她不利 警方在她的办公室 发现了一条红色内裤 尼克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是她和同学在一起的证据 如果让警方知道了这个秘密 她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于是她只好谎称这是妻子的东西 然而没过多久 警方就在黑市搜寻线索时 找到了艾米试图买枪的证据 而在地板上发现的血迹 也和艾米的血型相符 种种迹象都表明 艾米有可能被谋杀而不是失踪 他会真正确杀我 艾米试图买枪